第四十六集 白星炎皱了皱眉,又很快将面上的薄块散去,上前扶了夜市一把 我关心你,还不是应当应份的事情,谢什么,平白的这般身份 然后才看向全燕,面上带着笑道 哦,是全燕姑娘来了,姑母她老人家可好啊 一句姑母,摆明了是套近乎 全燕却不怎么给她这位国公爷面子 她看了看夜市,再看看白星炎,沉着脸道 太后她老人家好不好,得全看皇宫外头的小辈们过得好不好 也不知道如今的国公府是有多忙 以至于直小姐都没工夫进宫去给太后娘娘问安了 太后思念得紧,只好拆奴婢出来看看 顺便给直小姐送些东西庆贺生辰 白星炎故作惊讶地问夜市 怎么,你没进宫去给姑母请安吗 往年这时候都要进宫去的,今年怎么都忘记了 唉,也怪本国公啊,前些日子小病了一场 连早朝都耽搁了几日 你只照顾我,都没抽出功夫进宫一趟 害姑母担心了 夜市心中冷哼 这男人要是想吃起软饭来 什么脸面不脸面的都能豁得出去 他依然是唯唯懦懦的模样 俯身回话道 老爷说的是,近日府里事情多,实在走不开 泉烟看着就更来气了 国公爷似乎对直小姐很严厉 白星炎听着这一句又一句直小姐的脚 心里很是不痛快 这明摆着是没把文国公府放在眼里 可即便如此他又能如何 总不能跟太后身边的红人翻脸 于是赶紧道 哪里哪里,姑娘误会了 是吗 泉烟闷哼一声 哼,虽说女子出嫁从夫 直小姐在国公府里过得如何 这也是你们关进门来的家事 奴婢不该多嘴 可是没办法 太后娘娘最疼爱的就是嫁入白家的宝贝侄女 在宫里头时常都念叨着想念直小姐 本还想着每年生辰之前直小姐都过进宫问安 早早地就将直小姐喜欢吃的菜品和点心都吩咐下去 善房近几日天天都给备着 且大从正月还没出来 就开始给直小姐预备新衣裳 一连预备了五套 等着直小姐进宫带回来 可这左等人不来,右等人还是不来 只能拆奴婢出宫一趟 把衣裳和吃的都送过来 国公爷,您说若是让太后她老人家知道 直小姐在府上过得竟是这般小心翼翼 那可得有多心疼啊 白星炎让这泉烟给说得一惊一惊的 心都打起哆嗦来 此刻她真想狠抽叶时一巴掌 这个该死的女人 她就是故意做出这副样子让她难堪 她就是故意用这种方式让宫里知道 她在白家受了委屈 这个恶毒的女人 她居然在报复我 可是,报复又能如何 如今太后那边表示出来这样的态度 她纵是心里有万般恨 还能把夜市怎么样 再者,娶着女人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能借一把力 还不是为了能顺杆往上爬 将来的白家如何 她已经不想管,也管不了了 她只想在她自己这一带 能够重返朝堂 且具足轻重 特别是当她一想到将来白金红一步登天 她与皇族的关系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 这是白家先祖都做不到的事 她若能做到 便是要随着文国功夫流芳百事的 一想到这儿 白星也心中不快便一扫而空 当下也不顾身份了 冲着那泉烟就湿了一里 姑娘言重了 叶柔在我白家是主母 连府上钟馈都由她管着 她怎能活得如姑娘说的那般小心翼翼呢 诶 定是前些日子呀 照顾本国公 累坏了 呃 老姑娘费心 在姑母面前说些好话 也省得姑母担心再急坏了身子 全焉不屑地看了看白星炎 再次提醒道 还是希望国公爷对植小姐能多用点心 夫人娶回来是要好好疼爱的 美妾再好也终究是妾 将来要同国公爷荣辱与共的就只有妻子 话说到这儿 刚好白赫然与白珍珍二人 搀扶着老夫人走至前厅 全焉心思一转 笑着迎向老夫人就问了句 老夫人 您说奴婢这番道理讲得对不对 老夫人此刻都快气死了 她儿子堂堂一代文国公 眼下竟在跟一个奴婢行礼 虽然是宫里的奴婢 可哪儿的奴婢那也是奴婢呀 国公是侯爵 那是除了皇子王爷外最高的地位象征 照理说 就连当朝丞相见了国公 都是要行贵礼的 虽说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 文国公府逐渐没落 朝廷也一再削捡侯爵的权势 但再怎么不堪 也不至于堂堂文国公 要向一个公奴行礼 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老夫人没应全焉的话 倒是狠狠地瞪了叶氏一眼 叶氏立即又做出一副胆怯模样 甚至比之刚才还要更明显一些 全焉的脸色比刚刚更加难看了 原来植小姐的确过得不如意 女人哪 就是这个命 一旦嫁出去 那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婆婆宽厚还好 若是个狭隘心肠的 儿媳注定要受一辈子气 她看着老夫人 突然展了个不怀好意的笑 这样说起来 我们太后娘娘在皇宫里头 也算是做婆婆的人的 搀扶着老夫人的白赫然 明显地感觉到身边祖母 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之前盛怒的气势 一下子熄了火 整个人都没了精神 她与白珍珍对视了一眼 看到白珍珍嘴唇动了动 无声地跟她说了一句 姑姑 脑子里圆珍的记忆转了转 这才想起来 其实白珍也是有一个女儿 进了宫的 圆珍从前是个不管事的人 又一直在病着 所以有很多事情 圆珍不是不知道 而是即便知道 也没当回事 随随便便就扔在记忆里 毕竟对于从前的圆珍来说 那些事情都与她无关 记不记得也没什么要紧 正因为圆珍这个性子 所以白赫然穿越过来之后 除了因愤恨导致的夜市娘撒 和父亲白星炎的印象 特别深以外 其他的人总是要碰到了 才能想得起来 或者她刻意去回想 才能够识得起记忆 就像那个进了宫的女儿 要不是今日话赶话说到这儿 她怕是永远都不会想起 还有这么个人 那进了宫的是老夫人所生的 唯一一个女儿 是她父亲白星炎 和二老爷白星武的亲妹妹 她的亲姑姑叫白明珠 白明珠十六岁入宫 并不得宠 好歹因顶着个文国公府 嫡长女的名头 皇上看面子 给了她一个品位 不过 那位姑姑倒也不是一无所出 据说是在二十岁那年 机缘巧合下得到圣恩 生下了一个女儿 正是当今万岁的六公主 算起来 今年该有十七岁了 厅里坐着的这宫女的意思 无外乎就是 以此来威胁老夫人 告诉老夫人 你自己的女儿 可是在人家姑母手里攥着呢 对夜市应该什么态度 你自己掂量 天底下没有不疼闺女的母亲 老夫人不得不怂了 白针针紧皱着眉 有些焦虑 一方面恶心这种威胁 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 白家得受着这个威胁 至少老夫人是不会对自己的女儿 坐视不理的 眼瞅着老夫人就要说软话 白赫然心思微动 抢着开口 先把话说了出来 这位姑姑说得没错 太后娘娘也是做婆婆的人呢 她老人家是天下女性之表率 更是后宫和乐之典范 天底下没有比太后更好的婆婆了 因为若是太后娘娘苛待妃嫔 妃嫔们难免心绪不佳 这心绪一不佳 便不能尽心伺候皇上 那皇上又怎能龙颜愉悦呢 虽说宫里主子娘娘多 皇上也顾不过来 但保不清零一天 就突然想到了哪一个 特别是膝下有子女的 就更是免不了因为儿女之事 偶尔过去探望探望 所以不需要担忧 我们都相信 太后娘娘是不会做 让皇上为难的事情的 你 全焉她怒 好犀利的一张嘴 你们白家人果然胆子够大 竟敢在背后编排太后娘娘 可知这是何等大罪 白赫然 白星爷也跟着怒了 你给我住口 白赫然怎么可能听她的 张口就把全焉给顶了回去 编排 莫非刚刚我说的话 姑姑认为是编排的 老姑姑的意思是 太后娘娘根本不会 顾及皇上的情绪 根本也不考虑 皇上是否为难 根本也不考虑 龙颜愉悦与否 她面上大惊 这怎么可以 那是皇上呀 太后怎么会 住口 全焉石再听不下去了 我何时说过这样的意思 白赫然提醒她 就刚说的呀 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叶石赶紧替全焉说话 白赫然 你不要乱说话 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 她笑着看向叶石 母亲方才见祖母 瞪了你一眼就吓成那样 这会儿倒是胆子大起来 能替别人解释了 叶石这才发现 自己情急之下 直呼了白赫然的大名 却腰板挺直 气势十足 跟之前故意装出的 胆怯模样 判若两人 她有些尴尬 声音历时就软了下来 没有 我是怕你得罪了宫里的人 是为了你好 话出口 再向白赫然看去 却在对方的目光里 看到了浓烈的嘲讽 和呼之欲出的愚弄 怎么会 白赫然神色淡然 这位姑姑是太后娘娘身边的 身为天下女性典范 太后娘娘身边的人 自然是最说理不过的 定不会跟我一个 喂鸡鸡的小姑娘计较 再者 我之前是在夸赞 太后娘娘慈母心肠 哪怕并不是亲婆婆 也会视后宫妃嫔为己出 不会以太后之尊 带头给万岁爷添堵 反倒是这位姑姑 不同意我的话 说我这些都是在编排 如果这样 就是得罪了这位姑姑 那待下次将公公再来时 我还真得请她 跟宫里的主子们 请教一下 为何夸太后 就是得罪人了 反过来说 太后并不打算 为皇上着想的人 却要受人敬仰 连我父亲 以侯爵之位在身的人 也要向她行礼 这到底是什么规矩 白赫染长篇大论 说了一通 直接把在场人 给说傻了 就连白珍珍都不得不服 她姐姐这个逻辑 真是棒棒的 全烟都被绕腾迷糊了 她想为自己争辩 想说自己并没有说过 老太后不为皇上 着想的话 可是再仔细想想 却又觉得白赫染 说的那些确实有理 归根结底 是她之前冲动之下 用词不当 在人家手里落了话柄 她也是个聪明的女人 在宫里待到三十多岁 看到太多因 一句失言而丧命的例子 也知道什么叫做谨言慎行 更清楚 今日自己的这番话 要是传进宫里 就算太后不责罪于她 其他各宫各宫的主子们 也不会轻易松开这个把柄 其实人家有句话说得对 不是亲婆婆 是啊 当今太后 毕竟不是皇上的生母 虽说皇上对她也敬着 却根本没有半分母子之爱 若在这样的局势下被传出 太后不为皇上着想什么的 怕是她真的要成为大罪人了